2014台北文学季系列活动之一台北文学乐影展 4月下旬就要展开了 今年有16部经典文学电影接力上档 其中包括法国女作家举哈斯的《印度之歌》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还有麦克和内克指导的《城堡》等等经典文学电影 希望能够引领民众在影像中看见文字跟电影交织出来的无限可能 台北文学季乐影展展现文学与电影的完美加成 就从今年适逢百岁诞成的女作家玛格丽特举哈斯开始 他的文字作品就已经是非常的私密 非常的从自我的内在出发 或者是说不管在语句在文体上面都是非常的个人化的 那转变到了他所不管是编剧或者是导演的影像作品 其实在呈现的样貌上是更为丰富的 六部《举哈斯》的名作接力上映 其中《印度之歌》完整呈现了举哈斯个人最著名的印度系列书写 这部片很妙的就是说它的声音跟画面是讲述不同的故事 所以这其实回到了电影的美学的一个实验 就是说你透过影像的阅读 其实你到底可以听到多少种故事 关于这个作者 关于剧中人 关于角色 或甚至是从里面反射 关于你自己的 所以就不管你看过几次 再看都是非常精彩 另一组轴名导与名作的结合 总计搜罗了五部实验电影大师 与美国著名当代艺术家所拍摄 与文学有所连接的电影 其中让策展人杨元凌最为推荐的莫过于 由导演迈克·汉内克指导的作品《城堡》 大家知道迈克·汉内克 他是非常善于去用冷冽的影像书写人性 然后那这一点其实他又拍卡夫卡的城堡 卡夫卡自己也是不断地在思考 这个人性的各种面向 两者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结合 至于电影的奇人骑士 则有五部实验电影大师 和美国当代录像艺术家操刀的文学电影 其中记忆残影寻找瑟巴尔特的土星环 是实验性音乐影像与游记 所交叉出的另一道风景 这部电影很有趣的是 它是充满了非常丰富的实验性的音乐 然后变得是透过这个音乐的再创作 然后结合影像的这个游记式的影像 变得是写了另外一本 关于瑟巴尔特的讨论 随着将文学的语言文法 带入电影的思索 以摄影机代替钢笔书 写出不同的影像文学 2014年的台北文学纪月影展 带你看见文学与电影加成出的 无限可能 孤一 孤一